一、皇帝陵皇帝陵,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的陵寝,是史记记载的唯一一座皇帝陵,号称天下第一陵,又称华夏第一陵,中华第一陵。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,皇帝陵古柏群,是中国最古老,覆盖面积最大,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,共八万余珠,千年以上三万余珠,皇帝首执百距今五千余年,相传为皇帝亲手所执,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,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,和世界柏树之冠。 010,乔陵乔陵,又名乔种,是唐瑞宗李诞之陵墓,是唯一一座建于唐开元盛世的帝王陵墓,乔陵建成于大唐立国近百年开元盛世的,这时国力强盛,社会生平,在陵墓建筑中都有反应,石刻艺术造型力求展现富贵气象的宏大,壮丽,陵墓建制高大宏伟,唐瑞宗乔陵的陵墓建造和石刻艺术, 是唐代凡胜时期的代表,与钱陵并称为唐代陵墓石刻艺术之最。 2、钱陵钱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前县县城,背部六公里的梁山上,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,钱陵是唐十八陵中主墓保存最完好的一个,也是唐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陵墓。 2、1961年3月4日,钱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3、秦始皇陵 是中国历史上,第一位皇帝嬴政前259,210年的林寅,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,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第一批国家AAA级旅游景区,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同区城东5000米处的梨山北路。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,结构最奇特,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,充分表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,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。 4、明石三陵明石三陵,坐落于北京市昌平须,天寿山路,纵面积120余平方公里,距离天安门约50公里。 自永乐七年1409、5月始作长陵,到明朝最后一帝重真葬入司灵址,期间230多年,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,7座妃子墓,1座太监墓,共埋葬了13位皇帝,23位皇后, 二位太子,31名妃嫔,两位太监。截至2011年,已开放景点有长陵、定陵、昭陵、神禄,5、成吉思汗陵。 成吉思汗陵,简称成陵,是蒙古帝国第一代大汉成吉思汗的衣冠中,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一金霍洛奇草原上,距鄂尔多斯市区40公里。 由于蒙古族盛行秘葬,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,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米? 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,也就是灵魂的图锚,几百年来就收藏于成吉思汗陵。 6、汉阳陵阳陵,又称汉阳陵,是汉景帝刘喜及其皇后王室同营医学的合葬陵园, 位于金陕西省咸阳市卫城区正阳镇张家湾,后沟村北的咸阳园上,地跨咸阳市卫城区,京阳县,西安市高陵区三县区, 杨陵始建于汉景帝前元寺年前153年,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竣工,修建时间长达28年,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。 7、青东陵青东陵,位于河北省唐山市,尊化市西北30公里处,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,占地80平方公里,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,体系最完整,布局最得体的帝王名墓建筑群, 青东陵于1661年顺至18年开始修建,历时247年,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, 组成大小15座陵园,陵区南北长12.5公里,宽20公里,埋葬着五位皇帝, 十五位皇后,136位妃嫔,三位阿哥,两位公主共161人,八、西夏亡陵 西夏亡陵,又称西夏帝陵,西夏皇陵,是西夏历代帝王陵,以及皇家陵墓, 王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,西邦赫兰山,东陵银川平原,海拔1130米至1200米之间,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,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,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,一处西夏文化遗址。 西夏亡陵营建年代,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,西夏亡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, 使汉族文化、佛教文化、党乡族文化有机结合,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。 9. 茂陵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,位于山西省咸阳兴平市,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,修造时间最长,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,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。 茂陵于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后元二年前087年兼建成,历史53年,陪葬墓有李夫人、魏青、霍去病、霍光、今日滴等人的墓葬。